只有两块木板,一块长10米,一块长15米 像这样把它们拼在一起 总长度就是10加15的25米 如果把这块木板像这样叠到另一块木板上 比较一下,就比原来短了 短了多少呢?正好是重叠的那段 如果重叠的是5米,就短了5米 总长度就是25-5的20米 看来,要算重叠后的总长度 得把它跟重叠前的比较一下 它来差的正好是重叠的这部分 比如,这有两块长10米的木板 把它们钉在一起,变成一块大木板 重叠部分是5米,这块木板有多长呢? 要算重叠后的总长度 还是得把它跟重叠前的比较一下 重叠前是这样的 总长度就是10加10的20米 那重叠5米后就短了5米 重叠后的总长度为20-5的15米 好了,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 要算重叠后的总长度 得把它跟重叠前的比较一下 它来相差的正好是重叠的这部分 现在问题来了 两块长20米的木板 重叠部分为10米 大木板总长度是多少米呢?